而我們看到團團圓圓不只是吸人氣 當然周邊的商機也相當的旺 那麼這兩天動物園因為賣一套250的貓熊餐 被嫌太貴咯 趕快加碼再多送義大利麵還有竹筍湯 但是倒是像貓熊的帽子實在賣得很好 從199現在改賣280塊 那199哪些有貨呢 199塊錢的貓熊帽賣完了 只剩下280塊錢一頂的 帶著小孩來看貓熊的爸爸 那不就小孩吵著要也只得掏錢出來 硬是買一頂 原本是要來買199 對啊對啊 那現在多少 現在280 會不會覺得這個價格 當然比較貴啊 動物園的貓熊帽前一天改版 開始改賣280塊錢 這一版比原本的貴了100塊錢 民眾私下罵卻也不得不接受 業者還說這樣的價錢已經算便宜了 他們在外面門口買這一頂是350 來我們這280 那你們也知道只要在裡面消費 每筆我們都有捐做那個公益的 那個保育動物的那個基金嘛 所以說其實基本上還是歡迎大家來這 做盡一份心力嘛 做個公益這樣子 不止貓熊帽貝 旅客嫌價錢趁機水漲船高 還有園裡頭250塊錢的貓熊套餐 也是連續好幾天成為焦點 現在業者雖然堅持不降價 不過改成加賽方式來吸引遊客上門 我們送出大概將近5000張的 這個免費的飲用的湯券 那各位可以看到現在才是早上10點鐘 我們後面的人已經滿滿了 那其中有一半人其實都是因為這個來的 團隊圓圓見客才第四天 周邊商品和餐點都被民眾嫌太貴 但還是有降價空間 恐怕還得看接下來這幾天 民眾買不買單咯 中天新聞正宗方傑如台北採訪不到 真的不是混卻以下 說到現在再點死後